欢迎收看3月8号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赵方琪 马上带来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大学繁星入学放榜兼高中共有69人录取 成绩相当亮眼 鸿蒙德克家陈凤显最近又推出了新作品 十福全家人的雕像他取名为十全十美 新北市进发局举办新北影视狼带发展论坛 邀请日韩及国内专家学者进行意见交流分享 新北市城乡局举办青年社会住宅设计竞赛 增进的时间到3月29号为止 今天的活力秀一下要来看的是实定老人会歌唱班的长辈们 是如何透过歌唱让他们越唱越开心 大学繁星放榜兼中学交出漂亮成绩单 应届毕业生共有96人报名69人录取 录取率超过7成 而且有23人录取了国立大学 其中家境清寒的学生林毅阳 靠着学校所提供的奖学金勤奋苦读 录取了台大生命科学系 不像命运低头的精神令人相当敬佩 大学繁星入学方案放榜 新北市吉人高中表现亮眼 96人报名共有69人录取 国立大学占了23人 其中有三位录取台大 另外清大交大政大也都榜上有名 录取率高达了7成左右 第一时间得知这个好消息 学校也召集学生予以表扬 我们繁星的话全校上了69人 那比例是高达了7成5 比例高达我们繁星的7成5 然后最难能可贵的我们台大有三位 成大有两位 清大交大政大师大中山中央中正北大 这些通通都上了 12年国教呢我们选择了在地就学 那直接选择离家比较近的吉人中学 那吉人中学这一次呢也以 以少及重算是222位学生当中 能够有这么优异的成绩 其实也要感谢吉人 这些教育团队的一个努力 以74级分荣获了新北学策榜首的简彤恩 在这次繁星中则是通过了 阳明医学院医学系第一阶段出审 以医学系为目标的他 希望能够再朝申请台大或成大医学系努力 医学院我也是考虑很久 然后这也是我想要想的科系 然后想的时候我当然是觉得很高兴 然后不过我还想要就是在申请的时候 再拼一下那个像台大或是成大 而录取台大生命科学系的林毅阳 家境清寒 自幼于祖父及哥哥相应为命 在国中会考时获得五位佳佳 作文满集分 但他却放弃建中选择吉人所提供的奖学金 高中三年他经常留校自习到晚上八九点 包括了周末假日也不例外 有时候做一些决定要考虑到家庭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只要肯努力 那这些其实就是可以克服的啦 前高中于繁星中大放异彩 学校也期盼学弟妹能够向学长姐看齐 再造假机 在这一层片上门齐新店采访报道 豪忙雕刻家陈冯显现年已经六十多岁 如今有四个孙子的他总是沉浸在亲子天伦之乐当中 也因此有了心灵感 他利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全家十个人的雕像 作品呢就取名为十全十美 希望透过自己最自豪的艺术创作 记录下家人幸福的时刻 豪忙雕刻家陈冯显从事艺术创作将近四十年时间 利用豪雕专雕刻画下无数景物 渐渐栩栩栩如生令人赞叹 已经六十多岁的陈冯显在儿孙成群 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 他也立下心愿要将全家福的景象 透过专雕记录传承 玩艺术呢已经玩了近四十年了 那还体力可以了 那我就想了一个 把家人呢 圆圆满满的把它充塑在一起 这是我老人家的一个想法 花了我三个月的时间 从最小的孙女开始做 十个人 十千十美 终于完成 全冯显共有两个儿子 两个媳妇 四个孙子 加上了自己和老婆 他将这十件专交作品取名十全十美 这些作品一共耗时三个月时间完成 全冯显说他经常挑灯夜站到三更半夜 直到体力耗尽才作罢 我做的也热在其中 信誓勃勃的 那从一大早就开始雕刻 雕刻到 那个凌晨两点左右 你要知道夜深人静啊 雕刻起来 那个感觉呢 非常的 所谓的顺畅 陈凤显表示 专雕创作最困难的救赎人物 尤其是这次的全家福雕像 最小的孙女才幼稚圆小班 如何刻出孩童 活泼生动的模样 是一大挑战 专雕呢 它困难的地方就是人物 人物又以最小的小孩 最难雕刻 再来就是老人 满脸的苍张 岁月的洗礼 这也是一个难以表现的地方 历次雕刻全家人的肖像 陈凤显说 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也带给他不同的感受 他总是耐着欢喜的心情 一点一滴完成作品 更在作品一侧 刻上一句鼓励的话语 其实全家人都能谨记幸福的一刻 记者声评这门奇 新店采访报导 新北市经济发展局 日前举办新北影视郎带发展论坛 邀请日本韩国 以及国内多位学者专家 一同进行经验交流与分享 市长朱立伦出席论坛时表示 新北市拥有自然地理 专业人才 科技通讯 以及交通便捷等优势 相信建构影视郎带 绝对大有机会 也欢迎更多影视媒体业者 一同加入 新北市经济发展局 3月1号上午 举办了新北影视郎带发展论坛 邀请日本韩国及国内专家学者 进行意见交流 市长朱立伦表示 新北市除了有大自然美景 可以成为电视电影的拍摄场景 更有许多专业人才 可以投入影剧产业 因此结合科技 通讯网路以及交通商业环境等资源 建构新北影视郎带 绝对大有机会 包括台一大 北一大 或者是福大 或者是淡江等等 很多优秀的人才 都在新北市 那当然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发展的电影中心 以及新北影视城 我想在整个地理 以及人才跟政府的配合之下 我们的影视郎带的发展 是很有机会的 这次的论坛 除了邀请日韩专家学者 分享当地案例及发展经验外 也特别邀请了 东吴大学教授刘维公 阿荣影业 执行副总杨中天等人 一同从产学等多个面向探讨 希望借此让更多 有兴趣参与的企业厂商 能够更了解 新北投入影视基地的规划方针 有兴趣共同参与 我们新北影视产业的 几个招商案的厂商 具体的了解影视产业 在新北发展的一个愿景 过去呢 我们也举办了一些招商说明会 针对具体的一个招商条件做说明 但是呢 整体的影视产业 在新北市 未来会发展成怎样的一个结果呢 我们觉得非常有必要的 透过今天的一个论坛 跟大家描绘我们所规划的愿景 新北市经发局表示 林口影视城 正式进入国际媒体区的招商阶段 期盼与国内外业者 共同打造一个由高速公路 捷运机场 环状线相互连结 形成上中下游 产业链完整的新北影视朗袋 记者杨宝友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北市城乡局举办购宅青年青年社会住宅全国空间设计竞赛 争建的时间从即日起到3月29号为止 总奖金有32万元 而入选的作品 未来也将有机会具体成为社会住宅的规划设计 希望借由青年朋友的活力与创意 打造一个真正宜居的住宅空间 为了结合推动社会住宅 及青年参与的政策理念 新北市城乡局举办购宅青年青年社会住宅全国空间设计竞赛 增进的时间从即日起到3月29号为止 希望借由青年的活力与创意 打造宜居的住宅空间 希望透过设计竞赛的方式 结合各大专院校来提案 了解青年他们对他们居住空间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从即日起到3月29日截止 让各大专院校提案 透过网络的申请 我们会作为一个评选跟公告的结果 最后会办理一个真实的展览 这次的竞赛活动总奖金有32万元 共分为五大主题 包括共享、再生、可变、智慧与通用 参赛队伍需针对酒瓶大小的社会住宅空间 提出规划设计构想 才网络线上报名 以10人为上线组队提案参赛 以网络的报名为主 各大专院校或是青年朋友 有兴趣的可以组队 以10人为上线 组队来报名参加 参加的青年朋友 他们必须要提一个 A0的版本的一个设计的构想跟图面 以电子场的方式传送到我们的报名的网站上面 另外这次的竞赛特别着重动手实作 因此分为两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为提案审查 由产观学界评选出五组优秀作品 再进入第二阶段的限定实作 第一阶段就是我们会做书面的审查 审查完之后做正式公开的评选之后 会选出五组 五组最优秀的作品 我们会在我们永和的账户中心的建筑物 做一个公开一比一的实作 也就是说这五个产品 作品都能够在一比一的方式 能呈现在各位市民朋友的前面 新北市城乡局表示 参赛的实作作品 预计五月公开展览分享竞赛成果 并且邀请市民朋友一同加入投票评选 希望借由竞赛活动 让青年朋友的需求及想法 可以转化成具体可行的理想居住空间 记者杨邦友赵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广告后要带您来看的是 活力秀以下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哇哦 就像做云霄飞车般的快速 大新店宽屏光鲜上网300M 全家一起上网数不怕降 现在申办指定方案 四大入场券任您挑选 苏差2917 3939 本公司已经开始陆续转换 新店区深坑区的数位讯号 请收视户尽快来电 预约升装数位机上盒 快速约装专线6628 3399 大新店客服APP便利上市 可直接持手机条码缴交费用 也可线上进行障碍报修 更有专属好康推荐功能 赶快下载体验数位生活好方便 每个礼拜二的下午 在石定风子林活动中心 歌唱班的学员们都会聚在这里一块练习 来学唱歌的长辈们说 年纪大了在家闲闲无事 所以出来参加课程 可以学到怎么唱歌 有人从不会害怕开口唱 到现在每一位阿公阿嬷唱起歌来 中气十足自信满满 而更重要的是 来这里还能够跟大家聊聊天 生活也快乐丰富多了 中气十足自信满满 中气十足自信满满 轻塞响 地监满 中气十足自信满 中气十足自信满 我从歌词进入感情 然后教旋律就是音准 然后最后才配上节奏 那当然要有耐心 因为对他们来讲 可能一次两次三次 甚至五六次 每首歌都是很仔细地告诉他们 以前在《乌读》就有了 在九十三年就有了 就有这个筹备 就有开始开班 因为我想给老人家 能够快快乐乐的 心情比较好 在家的营营 有这个老人会这班纸 想不到来参加 参加大家都好像 没有说有学校一些朋友 是说现在有太极钱 还有唱歌 都这样 大家五六 才会过日子 来这里差不多三四年了 来这里就好像一个大家庭 那因为本来我就会 在家里会有卡拉OK 会乱唱 但是来这里 我们那个杨朗老师 在带得很好 他是每一条 就是学一面一条歌 他都会 会一条一条 一个人一个人 这样子跟我们带 万一叔叔 要比较准事 所以我都要你把你拦 拦拦拦拦拦 其实要稳 要稳 不要拖不太长 但是你要等一会 就是像第二首 前面都有修指弧 真的修指弧 你就是断一会 当着我心伴 伤量对面伴 平均年纪都七十五到八十岁 我觉得从他们完全不会 不管是国语台语 甚至我们以前还有交过一些日语歌曲 就是非常的仔细带领他们 那每一次他们就完全不会哦 但是他们精神非常好 他们会用最很仔细的听我的怎么唱 一次一句从头开始 以前连Doremi都不会 现在都会 学得都很好 大家唱得也都蛮不错 现在像去玩游览车会跟人家敢唱 以前都不敢唱 有时候还很六关就对了 今天唱歌很六关 比较不大在家里亂不想 出来到这些老朋友到家里 人家感觉人家感觉很活泼 一生一世最感叹 好像给我们这个老大人 有一个真好过日 真好过日 真好过日 那这样 虚虚发发 大家在这 在家里 没从事 我们那么多月 我活到已经86岁了 所以我来唱歌 都比较快乐 他说妈妈进步很多了 以前都不会唱 从开始的时候 连麦克风都不敢拿 现在都会拿 上课是比较拘谨一点 严肃一点的 因为毕竟我们是老师 私底下其实他们都 就像 像我是他们的孩子一样 不过因为我都把他当哥哥姐姐 所以 他们就 对我非常好 常常就家里有菜 自己种的都都送给我 不一定要花钱 才可以得到快乐 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话 唱唱歌 最少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感觉我自己很年轻 这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唱唱歌 唱唱歌 接着来看 柏维要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到今年有线电视 本月份起将针对新店全区逐区 进行全数位化讯号转换作业 讯号转换完成后 无安装数位机上盒之电视 将无法收拾数位有线电视 请尚未安装机上盒的民众 尽速来电约装 约装专线66283399 HD99高画质套餐给你超多 国内外精彩HD频道 数位录影机让你看假台录影台 现身办超优价每个月168元 年月年角直接送20寸行李箱 山庄专线2917 3939 新店地震事务所行动 一郎即日起至3月30日 展出一起精彩 陈美奋老师师生连展 诚挚邀请民众一起参与这场 艺术创作盛宴 新店巨公所3月25日 4月4日分别于40份纳谷塔 五城花园公墓 举办十方法界群邻座抄见法会 法会当天备有免费专车接送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新店文史馆即日起至4月16日为止 举办由新北市文史学会策划的梦想幸福 廖飞雄猴雕艺术展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都会刊登在 大兴电有线电视的网站上 欢迎您上网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芳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